大家好,我是玉翔 今天要來繼續介紹VTuber 這次要介紹的VTuber 她是所謂的清楚擔當 也是全VTuber界最會呼吸的女人 而她就是歷屬於HoloLife的 好啦就不要再講太多廢話了 那麼就開始吧 誰會口臭臭臭 呼... 呼... 下色季 拿著一摟馬自立 別名是馬自立,下哥季妹 官方介紹文寫 啦啦隊的新成員 性格開朗,精力充沛 對人友好,能很快和大家打成一片 有很多朋友,喜歡有趣的事情 例如祭典河活動 身高是152公分 年齡是16歲 生日是7月22日 本字名是祭司 最初自稱喜歡的東西是祭典 討厭的東西是學習 而夢想是成為生幽 馬自立的設定是一個啦啦隊成員的女高中生 宗法扎著單毛尾,頭上也長了一根呆毛 剛剛有講到馬自立喜歡祭典 而這也是為什麼馬自立的名字叫祭的原因 雖說是這樣,但馬自立的人生只需過一次祭典 而且這唯一的一次是在馬自立對影音說 因為喜歡祭典所以名字叫祭之後才去的 然後中文圈的觀眾 也會把馬自立的名字音譯寫成馬自立 再來,馬自立也自稱是Holo的清楚擔當 而這的確也說的沒錯 馬自立真的是很清楚 - 馬自立的名字叫祭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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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是混沌得非常清楚 馬自立對於色色梗不會感到害羞 可以毫不掩飾的說出來 例如,觀眾問她說內褲是什麼顏色 馬自立也會直接回答 既然馬自立那麼清楚 就絕對不能不講以下這個名場面 這片段真的是整個偶像魂都出來了 真的太偶像了 那麼接下來就要講到初配信 俗話說,曾經最美好的時光總會成回憶 初配信時,那個有氣質的馬自立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在馬自立出到四個月後,就出了這個東西 這個語音的原型,是2007年的路易斯定型文 內容是某個阿宅對靈芝什麼女主瑞伊斯的告白 然後馬自立就把內容經過修改後錄製 而馬自立剛出道,就開始對同期的白上吹雪 展開了一連串的追求 可以說是非常甜蜜 這也就是所謂的下色吹雪 馬自立也一直很積極地對Fubuki進攻 馬自立也一直很積極地對Fubuki進攻 這也就是所謂的下色吹雪 在2018年11月16日,馬自立以Fubuki為對象 復刻了Gajikoi Kojo 馬自立就把這個吹雪很甜蜜 但馬自立其實是一個非常花心的人 除了Fubuki以外 馬自立就把這個拿來用 馬自立就把這個拿來用 再來,雖然下色吹雪很甜蜜 但馬自立其實是一個非常花心的人 除了Fubuki以外 馬自立也會對其他女性VTuber展開攻勢 也就是馬自立的呼吸 除了下色吹雪以外 一定要講到的 就是馬自立與彩虹社所屬VTuber 新川沙拉的新色組 從新川出道開始他們就有在互動了 新川3D化時 馬自立也為他感到非常開心 馬自立呼吸了非常多人 不管是Holo射內還是射外的 只要是能摸的就一定會摸過一輪 當然,這樣難免會有後宮失火的情況 LINE 討論的人少了嗎?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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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露娜也有過一段關係 在2020年10月10日 露娜生日當天 馬自立也為他出了一首Cover 也有一次 因為馬自立實在是呼吸太多人 露娜就在麥塊裡把馬自立炸了 馬自立要先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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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自立 當然兩人的感情一樣很好 而除了以上這些 馬自立曾經對一個人動過真感情 就是當作戀愛對象喜歡的那種 而那個人就是所屬二齊生的紫笑詩音 當然這個心意也是藏了兩年多 最後是馬自立在西勇的100萬訂閱初代 親自向本人講的 馬自立在西勇的100萬訂閱初代 你不可以讓我發脾氣嗎? 你不可以讓我發脾氣嗎? 脾氣嗎? 我明白了 我沒發脾氣 還要求中 轉身 防撥了 我說 當然,是瑪茲莉把這段感情真正放下之後 才把這件事說出來的 結束了嗎?結束了嗎?結束了嗎? 結束了嗎?結束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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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百合真的是有夠香的 希希萊在這邊還要提到的 瑪茲莉除了是一個會瘋狂呼吸的滴滴 也是一個蘿莉控 等一下!瑪茲莉不算是蘿莉控,瑪茲莉 瑪茲莉喜歡的地方大概是小學五年生 保健健康學習的地方 那種知識也有,但詳細也不知道 那種年齡是小學五年生的,知道嗎? 很棒啊! 那種知識也很可愛 這也是為什麼瑪茲莉會被稱為夏哥的原因 而瑪茲莉的呼吸 只要她在玩遊戲時遇到女生 就會直接變成夏哥模式 烙茲莉 你為什麼要男人變成男人呢? 理由是有確定的 男人是... 親子出現的時候很酷的 不,不,不 那譬如說,我拒絕了 譬如說,我拒絕了 同性的地方 親子出現嗎? 絕對是大爆笑的 男人都不是這樣嗎? 媽,這裡也是後來唯一 可以毫不避諱地講出歐晶晶的女人 我的天,真的有夠偶像 雅狗都要開心地哭出來啦 而瑪茲里有時候也會提到她的家人 當然最多的是她的親媽 瑪茲里的媽媽,也就是媽媽之禮 也有登場在直播中,還有自己的形象 媽媽之禮不僅熟練,聲音也真的超可愛 欸?! 總之,曹氏總經惠該出動了 然後瑪茲里還有一個弟弟 瑪茲里在直播中就有提到 雅くん元気? 這是 mais對象就是弟弟的事 apologized 說不要說她 ?!" 你不能說 你玩給本來兩位 從 bibli機orie的聲音 竟然不說...! 呵呵呵呵 麻吉里跟弟弟的感情真的非常好 但並不是任何事情都是那麼順利 麻吉里在遊戲的抽卡運氣是很不好的 基本上可以說是非洲了 而最經典的例子就是APEX傳家寶 麻吉里是抽到保底結果都還沒中的那種 而在麻吉里抽卡的過程中 就會有很多人投紅SC 而這就是所謂的赤SC季 在這堆紅SC中也有很多花心言論 所以祭司就會在這個過程中消失不見 這些SC加上麻吉里的吐槽 就是這個赤SC季的精髓 所以觀眾也非常積極參與 接下來要講到 麻吉里有著很廣闊的身線 再加上她喜歡蘿莉 那麼就讓自己變成蘿莉吧 阿姨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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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哇哇哇哇哇哇 這個是麻吉里的五歲蘿莉形象 是個很可愛的小季妹 這也吸引到了很多蘿莉控觀眾來看 戀童之力一定可以發揚光大的 而這個蘿莉音只是麻吉里身線的其中一個 大姐姐 正太等等的身線都可以掌控 どうも 夏色祭りです 普段は可愛い配信を心がけてます でも たまにうるさいって言われるんですよね そんな中でも 面白い配信を心がけてるから よかったら 見にきてくださいね では 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再來 麻吉里除了有著廣闊的身性外 她也很會模仿別人 很多Holo成員都可以模仿得淋漓盡致 阿姨 皆さんどうも コンワクワー ねえ 麻吉里ちゃん 止めてそれ似てないんだけど さかまた ぱぱぱ 嫌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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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かゆ もぐもぐ おかゆ 好きじゃないよ 結婚しないよ 僕じゃなくてよくなーい Koro さーん 麻吉里也不只會模仿Holo成員 麻吉里的大姐姐聲線 非常像聲優早見沙之 もしもーし 大丈夫ですか? あ、あ、アーニャさん このままじゃ行けません 殺し屋ということがバレてしまいます アーニャさん 今ここは入れますね 麻吉里有著那麼多聲線 但我們一般聽到麻吉里的聲音並不是她的本音 而我們看到麻吉里平常的直播 比較多是只有開一到兩小時的 而關於這點 麻吉里也有說明過 因為平常直播用的不是本音 所以喉嚨會有負擔 而且還會漸漸變回原本的聲音 因為麻吉里的本音是比較低的 所以麻吉里也有說過為什麼不用本音 どんな声でも可愛いと思う 本当に? じゃあ自声で喋っても大丈夫ですか? 自分の声が低くて 麻吉里是可愛い見た目が好きだから 今もツインテールしてるしさ 自分の容姿に合うように 可愛い声を出そうというね でもね、初見さんがさ なんか来た時にさ あ、この子の声が可愛いなーって 騙されて…騙されてっていう言い方もあれだけどさ 笑…騙されてくれた方が良くない? 我是覺得麻吉里的本音挺可愛的 用本音也是很不錯的一件事 然後 我在一開始有提到 麻吉里的夢想是成為聲優 希望可以為動漫配音 所以她有去上過聲優學校 而且成績也都蠻不錯的 而為動漫配音這件事 差不多已經算是達成了 在2021年7月番 珍乃已經死了第三話 麻吉里就有跟白鷲一起出場 當然我也希望麻吉里 能夠為更多動漫配音 接下來要講到 麻吉里近期對於那些色色的言論 已經變收斂了 666 どうしてくれんだよ 昔の街だったら666の間に ピ、ピ、クスって言ってくれたぞ 言わないよもう あの頃の街でいねえんだ どこ行っちゃったんだ あの頃の祭りは 死んだよ 為甚麼麻吉里在早期 會作出那麼多瘋狂行為呢 在2021年7月10日 麻吉里上了Kiara的HoloTalk 就有把這些事完整說出來 デビューしてすぐは結構何でもNG無しで 推しがま、推しがまわかる? 今よりももっと下ネタを言ったりとか まぁなんか当時は HoloLiveも今ほどの人気がなかったのね どうにかどんな形でも いい印象じゃなくていいから もう目に止まらないとって ヤバい奴がいるぞって まず祭りが慣れれば 他の子を見て あっ ヤバい奴だけじゃなくて 可愛い子もいるんだ HoloLiveってなってくれた いいなって思ってやってたのが 多分その みんなが不安になるような時代だったんだけど 今はありがたいことに 後輩とかもすごい頑張ってくれて HoloLive超ね すごい人気にな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 マスリー作為HoloLive一騎生 也是Holo第一批出達VTuber 当時的Holo 就如マスリー所說的 規模非常小 跟現在完全不能比 但是現在Holo的身世如日中天 Holo能夠壮大到現在這樣 マスリー絕對是不可缺少的一分子 當時Holo的發展方向還沒有到非常確定 當時的マスリー就盡力的想讓Holo 能夠被更多人關注到 當然這個目標現在已經達成了 マスリー的努力 我們也是有目共睹的 這就是我們的清除擔當 マスリー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マスリー真的非常清楚呢 如果這些人有哪裡講錯 或是不完整的地方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頻道最近出的都是Shorts 長片已經三個月沒出啦 真的拖太久了 在這邊說聲抱歉 記得要按喜歡加訂閱 小鈴鐺也要 這樣才不會錯過下一集的VTuber大百科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